大家好 欢迎收看爱上电子 这是一款LED灯横流远电路 这一端的光偶和LM317是提供一个开关的作用 它是通过外部输入电压来控制它的开关的 另外呢 通过24V输入 在这个位置有一个7812 把24V降到12V给我们的LM358供电 另外呢 LM358控制的是我们这一端的功率管 这个是风扇 是用来散热的 同样是通过7812降压以后给风扇供电的 很显然这个横流源的功率是很大的 由于它控制了三组灯 所以呢 我们只需要看一路就够了 首先呢 它的八角是供电 是接在我们7812的输出端 也就是这个光偶的四三角 通过四三角来给它提供一个开关 它的四角是接地 与我们这个整机的地接在一起 它的一角是输出 通过这个位置 这有一个电容是接二角的 它是高频抗干扰的 然后这一端有一个EK的电阻 接到功率管的三级进行驱动 它的三角通过这个位置有一个偶合的电阻 然后这个电阻这端是接在我们这个电位器的中心抽头上 电位器的这端是接在我们这个电阻上 这个电阻的电压是取自于我们这个2.5V纹压管的 电位器的另一个引脚接地 通过调节这个电位器就能够控制它的输出电流 它的二角反向输入端是接在我们这个电流取样电阻这端 这个电阻呢是取自于这个电流取样电阻这端 同样是接在功率管的原级 功率管的漏级 在这里它接的是24V 是24V的供电 这个24V呢又给我们的7812供电 从而产生一个12V 好我们看一下这个图 这端就是24V供电 24V供电通过7812变成一个12V给运放供电 运放的一角式输出 通过这个1K的电阻驱动长管的三级 长管的原级下边接一个0.1欧的电流取样电阻 同时在它的原级通过10K电阻反馈到二角 进行电流的检测 运放的三角通过10K电位器 在这个位置取一个基准电压 因为这个位置是12V通过线流电阻 经2.5V稳压管稳压以后 在这儿得到一个2.5V的电压 再经10K电阻线流 这个电阻分压以后 在这个位置就得到一个大概1V左右的电压 经电位器调节呢 这个电压能在0到1.5V左右变化 这样就给三角提供一个基准电压 从而能够调节输出的电流 它的工作过程是 当上电瞬间二角为0V 三角为高电位 三角高于二角 后边输出一个高电位 使长管导通 由于长管的导通 在电流取样电阻上产生一个高电位 当二角的电压高于三角时 一角输出低电位 长管截止 当长管截止的时候 电流取样电阻上的电压迅速下降 当二角低于三角的时候 一角再次输出高电位 加到长管的三级 使长管再次导通 如此往复循环 就达到了一个横流的目的 好 今天咱们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再见 再见